看一下 我先DEMO一下那個 這個拆數字遊戲 執行一下 請拆個數字1到20之間 當然我們先 聰明一點就從中間開始 然後就輸入10 Enter然後他會提示我 是太高還太低 他會跳出 因為他第一時間會先Random一個 1到20的輪數 他自己抓一個 這電腦抓的 隨機抓的 那抓完之後的話 我要輸入一個指示input input之後的話呢 我要讓他不斷的幫我去判斷 所以我輸入10 然後他會提醒我 太高了 低一點 所以 等於是說他一定 這個詞應該是介於1到9之間 所以我們就再取一個中間值 輸入5好了 Enter 這個時候有變化了 又去掉了 所以這個時候他會說太低了 那剩下來就應該是 6、7、8、9 所以有可能 7 好 Enter 太低了 8跟9 所以 所以有時候運氣成分 9看看OK Enter 恭喜猜對了 OK 好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這邏輯不複雜 程式也沒有幾行 所以第一個是input 第二個 換回圈 OK 好 那換回圈進來之後 你要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基本上有幾種 要不就太高 要不就太低 要不就答對 所以其實只有三種 很簡單吧 所以程式就這樣就寫出來了 好 那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你們大概需要知道的 第一個就是 如何 run數 產生一個數字 那如何 那當然這個地方我們前面沒講過 不過 也不困難 第一個 可能你要學會 一件事情 就是 去 把外部的某一個模組 他已經 幫你放在 Python的函式庫裡面 但是呢 因為他沒有 預先幫你放進來 你必須要手動放進來 所以你必須要加一個 imput 有沒有 這上面第一行一定要imput imput什麼 imput一個叫random的一個模組 那這個模組裡面有一個方法 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的話 他叫什麼 叫random range 點 這邊打一個random range 這邊會出現 random range random range 括弧 那特別之外 random range 其實跟剛剛range 好像長得有點像 所以 其實他的方法一不一樣 比如說我要1到20的話 其實他的方法一模一樣 跟range 如果你要1到20的話 1 痘點多少 21 所以為什麼用random range 另外一個方法你可以用random int 不過random int用法就跟random 不一樣 因為 我習慣反正都同一套方法 我就不用記太多 乾脆用random range 最簡單 所以random range的話 他的用法就類似 跟range 是一樣的 這個時候的話我用random 這個模組 他裡面的方法幫我產生 因為他這個是一個function 他會retend一個值 所以他會在1到20之間 幫我產生一個數字丟到rnd 裡面 ok 所以我們就產生一個乱數了 不過像剛剛是9 他就把9放進去了 接下來的話 你又要請使用者輸入 ok 所以接下來就是 這個時候的話 input 請在 1到2之間拆個數字 那他就拆 比如我第一個拆10 10 他一定是字串 所以rnd轉型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 我就把這個第1次拆的10 先放到哪裏 放到這邊 G裡面 10 接下來的話 特別注意 我底下 寫一個回圈 不過回圈 各位可以發現 我寫的還蠻特別的 好像剛剛沒有講過 人家說 Why 老師你後面不是應該一個邏輯判斷嗎 你怎麼寫一個e帽 特別注意 1的話我剛剛講 1是什麼 1就true Why true true的話意思是說一定要進入迴圈 所以這種寫法叫無窮迴圈 所以無窮迴圈說 反正不管怎麼樣 你就一定會進到迴圈 一直跑一直跑 意思是說 因為我根本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要離開 所以 如果你有壞 e帽號的話 裡面一定要有個break 如果裡面沒有break的話 就跳不出來 那就變成說無窮迴圈 城市就沒辦法跳離 那可能就會死蕩 ok 所以再來第二個 你會發現 我裡面一定會有一個什麼 break break在哪裡 在這裡 恭喜 答對了 有沒有 然後呢 後面就一個break 那因為我剛剛講過 會有三個邏輯 有沒有三種狀況 1的話呢 就是 你猜的 假如你猜的是比 那個亂數還小的話 有沒有 所以一負 G小於什麼呢 RND OK 那就是太低了 要高一點 然後再來特別注意喔 就把剛剛那一行有沒有 上面這一行有沒有 複製下來就好了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再猜一次 裡面 然後他又跑到 跑到哪裡呢 跑到這邊來 然後又進到回圈 所以如果我輸入5的話 那 這邊9 比他小 所以就是高一點 所以這邊的話 又叫我再輸入一次 然後我又輸入7 7還是太低 最後輸入9之後 答對了 有沒有 就恭喜答對 最後記得 一定要break 因為如果沒有break的話 那這個程式 就還會繼續 叫你再回答 你答對 恭喜你答對了 但是又要繼續回答 那這樣子的話 就跳離不出來 所以特別注意喔 程式沒幾行 但是 其實應該 前面都有講過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它產生 亂去的 如果1到20 它就要加1 後面20要加1 20 如果要停 要停的話 下方會有一個那個 正方形 它會是紅色的 你就把它按下去 它這個程式 就會離開了 旁邊還有一個terminal o 因為有的時候你執行太多 它一直 很多 背後很多程式 你也可以 把它全部中斷掉 這個一個小技巧 試試看好了 當然如果你覺得1到20太簡單 你也可以 1到50啊 1到100啊 可不可以 另外的話還有一個 我們剛剛畫有衣帽號 是無窮 微圈 就是 不斷可以拆喔 但是如果你想要改一個 你只能拆 幾次啊 三次吧 如果你拆三次拆不到的話 很抱歉 不給你拆了 OK 如果有次數限制的話 當然你就要思考 你就不能畫有email號 你要改什麼 4 對不對 那可是4要怎麼改 這個 就必須思考一下 想想看吧 這個其實我覺得 應該都是可以理解的 我主要是 用 真的實際上會發生的情況 那你如果要做一個簡單遊戲的話 其實是真的就是利用我們今天講的 回圈 才有辦法把它完成 所以其實 城市裡面 我覺得最重要是回圈 如果像一般同學好像容易卡住的 最容易卡住的就是回圈 所以如果你回圈這部分能夠克服的話 應該 後面要寫城市就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 OK 請各位 試試看吧